Hello 大家好,又回到這隻Minecraft 嘩,這隻豬突然從天而降,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先跟進Minecraft其實都經過了很多的發展 你看到我全身都是一個鐵裝 然後就給大家看看這個島有什麼分別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看這個島有什麼建築 我可能會對比上一集的建築不同 外面就有一個黑色羊的農場 因為那時候就想要多些黑色的羊毛 這裡有隻牛,有隻豬 其實周邊的建築都沒有什麼改變 周邊就是在島上,島上的建築就不是很特別 我們看看這個島就在下面 我專注發展在地底,我們走下去 家裡就沒有特別不用看 一下來就看到一個地下室 這個地下室其實暫時都是用來放一些道具 放一些物品來儲物室 OK,再下 再下這個位置,哇,色彩繽紛 首先一下來左邊就是養牛的一個地方 但是暫時都還在弄 而這裡就是一個非常好的羊毛工廠 你看到地上會有些老鬼,其實有什麼用呢? 重要就是,那個礦車只有經過老鬼 我就會放很多剪刀 然後就不斷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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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 先拆掉這一塊 再引它上去 但好像未必能引到 引到引到引到 這樣就馬上收回 OK 又再引上去 好 是一個非常完美的設施 你可以說是一個黑心羊毛工廠 不過其實建築這個建築的時候都非常花費時間 這裡就有一堆牛 其實那些羊毛 不是 牛皮其實也不需要 因為附魔圖我已經足夠附魔一個三十多的附魔 三十多的附魔 附魔旁邊就是地獄之門 地獄之門就是方便我去拿材料 再下了 是很大分別的 因為我經常在玩 這個位置就是一個 如大家所見就是一個養殖小物的地方 沒有什麼好介紹 而這裡 這裡就是我參照網上的一些教學 做出來的一個 蜘蛛的 拆怪箱 拆蜘蛛的塔 基本上都沒有什麼特別的 還有我覺得有一點點問題 好像很奇怪 有時候蜘蛛會黏在牆上 下不了這個熔岩位 燒死它 這個岩漿塊 看看 這裡中間就卡住了 不知道是否因為版本問題 所以導致到 它可能有些蜘蛛會卡住了 我們都不深究特別 再下了 再下了 就是我一個礦牆的地方 礦牆的地方 基本上這個位置都四通八達 你看地圖都看到 其實這條路已經掘到很遠了 以上就是一些 現在暫時這個島上的建築 其實最主要的都是用來做一些道路 因為我會以這個城市的道路來做 那個基底 就是它的路 要先做一條路 所以羊毛是非常之重要 好了 大致上就是這樣 跟大家跟進這個島上有什麼新的發展 就是這樣 然後下一步要做什麼呢 不斷掘羊毛 去構建一個 一個香港的道路 一些車路 橋 最重要是鴨利洲大橋 之後就接播到香港仔那邊 要用的材料 羊毛 然後可能欄杆 還有其實我是打算 我打算先做一輛車 或者先做道路 因為我這個遊戲是有裝模 那Mod裡面是有車的 例如你看到這些載具室 這些高爾夫球 就是用來 工作爪車這個 是不是這個呢 我不記得 有一個是用來做汽車的 你看到有些車輪 有些引擎 這些就是用來組裝一輛車用的 但是我忘記了要怎樣做 可以上網慢慢看才記得 對了 如果我一定程度的羊毛的時候 就會開始去到 整路 這個木屋其實是橙走 這裡全部都要移走 很多東西都會移走 不知道大家覺得有什麼需要 或者有什麼工廠需要 我想暫時應該都沒有 但是現階段來說 都是羊毛重要 現階段都是羊毛重要 我看看自己身上有多少鐵 鐵了55塊 理論上還有很多把剪刀可以剪 因為其實剪羊毛那一部分 其實經繞一圈已經沒有太久度 所以其實都需要大量的羊毛 你看到這裡有很多羊 非常之多羊 嗯 最主要道路的顏色應該是灰色、黑色、白色 灰色、黑色、白色 差不多 某部分的羊毛都會放在這裡 黑色就特別多 因為在島的面上都有幾隻 都有很多隻的黑色羊 除此之外就暫時沒有特別 看看下一集我會弄些什麼 或者大家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我應該要弄些什麼 而今集純粹都是介紹這個島的發展 OK 好 其實這個西瓜的地 龍、匕首都會去剷走 老實說 因為沒什麼意思 那我先剷走它 好 剷走它 好 嗯 因為其實都不用吃西瓜 這麼多麵包 這麼多小麥 其實都不用吃西瓜 然後這裡一大堆羊 這堆羊遲早都是要殺殺它 因為實在是太多羊 實在是現在我 太多羊所以不用太多羊 OK 好了 我們今集時間來到這裡先 只是簡單介紹我這個島的發展情況如何 還有 接下來下一集會做些什麼 所以就 應在構思中 應該會掘很多羊毛 去 預備 起路 對了 我們今集時間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記得訂閱 幫我按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